翻譯 发现当我没有鼓励弟兄姐妹起来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好像上帝没有在我们烈火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生活当中有任何的神机奇事 后来发现我们开始 我们的同工开始 我说同工们 可不可以起来一个一个来做见证 你们生活难道没有经历神吗 然后同工说 嗯应该有 所以大家就去开始回想 过去那一段日子 神的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他们身上的一些见证 或者一些经历 开始我发现见证 当有许多人开始进来 站在台上去见证神的荣耀的时候 弟兄姐妹发现很多人就开始 其实我也有 见证不分大小 见证不一定说 我一定要死里复活 那才叫见证 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 大大小小都是一个很感恩的事 见证是什么 感恩上帝在我们生活中 所做的每一件大事小事 我可不可以起来 早上起来看得到天空 还看得到阳光 可以感恩 可以 我还可以呼吸 感谢主 嗯 还可以吸一口气 许多人要用呼吸气 好那我们今天 我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见证 来告诉我 我一定安排你 站在台上 来跟我们分享 今天我们要欢迎冠军弟兄 要来跟我们分享 来欢迎 各位好 我叫冠军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是做生意的 我曾经做过很好 然后整个事情失败了 然后我大概在三年前 大概受洗的前一年 开始接触教会之后 我开始得到一些机会 就是很巧合的机会 又很棒的机会 很低的房租 很巧合的地点产生 我以为这是神要给我的 我想说那应该是这个 那我很开心 可以重新开始 之后我在前年的三月受洗 对 然后之后我就遇到了 第一个挑战 我得到一个大老板 跟我约见面 他的办公室呢 就在市集局 对面那一个很漂亮 一楼都是餐厅的大楼的顶楼 整个楼层都是他的 我见他要过三个房间 像是朝见帝王这样子 我就说哇 这一定是神给我的 结果坐下来聊 条件 超级好 我就觉得 这次 哈雷路亚 神啊谢谢你 这时候挑战来 他是一个埔里一个 台湾东南亚最大的一个 他给我提了一个条件 你要去上初级禅修班上完 这是他的条件 那时候我很挣扎 那董事长就说 没关系那只去听听道理而已 跟你的信仰没有冲突 我知道你是基督徒 我说好 我去听了第一堂 不是的 因为他在开始听道理之前要礼佛 就是要拜偶像 所以这个就违反了我 这时候我非常的惊慌 那时候跑来跟那时候的大鹏传道 传道对 讲说怎么办怎么办 他说不可以 那我很软弱 我都说那我可以跟董事长说 我要去 其实我不去 这样就好啦 大鹏看着我的眼睛说 冠军你要去拒绝他 很礼貌的说 请你尊重我这件事情 结果我就丧失了这个机会 那个董事长也不自可否 然后慢慢的就疏远我了 这时候我们一般人会想说 我这么勇敢 再来我原本要做的事业 应该会不错 你看我那么勇敢 拒绝这么大的挑战跟诱惑 结果 也并没有 做得不上不下的 办好办坏 很辛苦很辛苦的在这边做 那时候不断的会再回想说 要是那时候不拒绝 会不会不那么辛苦 要是那时候 就像我跟赖弟兄分享的时候 他说混一下就过去了 那这个胆利悔改就好了 但是 每次在面对经营的困难的时候 都会想说 要是那时候接受了会不会不不一样 终于事情 又做商商向下来来回回的 到了上个月 我们需要做一个新的投资协定 一个商业的协定 我简单讲就好 这中间很辛苦 因为要跟人家谈合作 然后讲白一点 就是要看人家的脸色 去跟他谈 中间至少有四次有人说好了 但是在隔天或一个礼拜后又不一样 所以我的心情是不断的上下的 那时候我非常的痛苦 我会不断的在呼求说 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到底在要我做什么 因为要不然就不要给我希望 为什么又给我希望 又没有 又没有四次 三次四次 现在是五次我不记得了 我非常的痛苦 我最近打给淑华姐说 我真的是受不了 在最痛苦的 那我记得是端午节那一个廉价 礼拜我是端午节 我礼拜四的时候 因为压力太大 太痛苦了 我甚至在家里在祷告的时候 忽然有个声音出来 他说 这里是酒楼 你跳下去就没有事了 那时候我非常的惊慌 那时候赶快出门 想说我不能一个人待在家里 然后 我就跑去健身房 他说去运动一下会好一点 结果在运动的时候 就有一个女生在我旁边说 嘿 我就看旁边一下 原来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姐妹 我们就因为这样子在隔壁七七七巧遇 她问我说冠军你好不好 我心里想我超级不好的 非常的痛苦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落差 我觉得仇敌有跟我讲话 但是神也用他的方式在跟我讲话 那天是礼拜四的晚上 礼拜五那一天我想到最后一个办法 我打电话给一个 六年没有联络过的商场前辈 其实我就不确定她会不会接我电话 我跟她打给她 她说冠军你要找我 好啊 第一个巧合出现 她愿意在端午节见我 生意人很少这样的 一般来说礼拜一再说 好 第二个巧合 她就说那你几点来 你三点来好了 我一点有台北朋友要见面 你的Schedule排后面一点 排三点 我说好 我三点到了时候 她一点的朋友迟到了 所以我们就撞在一起 然后我早到了三分钟 跟那个商场前辈说我的提议 她说这样啊 有朋友迟到耶 不然的话 他们也是做争议的 坐下一起聊好不好 结果因为他们的迟到 因为我的准时 再加上商场前辈 愿意假日见我 我们撞在一起 整个事情 在十分钟内谈定 他们说 欸那个冠军有个提议啊 那个怎样 他说真的吗 我们刚好也要做 哦哦哦 不错啊不错啊 就聊了七八分钟 我就去接了一个电话 再出来的时候 他说好啊冠军我们就丢 就这个事情就成了 那 当下的时候我发现 这个事情需要有许多的巧合 才能完成 但是我要必须跟诚实跟这位讲 故事还没有结束 还有很多努力要做 那我要说的是 就像我们刚才在敬拜的 倒数的第二首歌 主给我们的环境 一定有他的原因 他给我们的环境一定不是最 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一定有他的原因 我的认知是 他要我学习某几个功课 在没有学习好之前 他可能会维持这个状态 所以我要分享的见证是 神其实有他的安排 我们一直用人的想法说 那我坚守了我的信仰 我应该会很好 没有 当我觉得没有机会的时候 他可以在四个巧合之下 十分钟内把我 花了三四个月搞不定的事情 在截止日前两天 把我弄好 所以 我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就是 当事情没有进展 或不如你的想像的时候 也许是试着想 主要我学习什么 改进什么 我想了很多 其实我要改的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 对我来说 可能没有感觉 但是对我来说 当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做生意的 当你做了一个公案子 三四个月 没有任何进展 或甚至不断的前进后退的时候 结果在十分钟内 种种巧合 在一个最不可能的人身上 完成了 这对我来说 没有比这个 还更真实的见证 然后 以上是我的见证 然后这是在两个礼拜前发生的 好 谢谢各位 我们谢谢冠军 一路看他走来 弟兄姐妹记住一件事 他刚刚分享的 当他最困难 最困难的时候 有一个声音叫他跳下去 撒旦这个时候就在工作 真的我们要常常很警醒 这个时候更需要弟兄姐妹 就出去 就打个电话 找你所认识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没有用 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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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